金正诗时,汝因俱松 下面解释 金正诗时,法华经因时机成熟,会三归一 释相牟尼佛一身教学分为五个阶段 前面是华音诗 讲经的时间不长 有的经上说二期、三期 两个礼拜或者三个礼拜将往环境 将往环境之后,佛就出殿 他就怎么样呢?就到鹿也院 度五比秋 连续后面讲了十二年阿罕部 这是专门呢,讲这个小圣法 这是针对身为圆诀 第二个阶段呢,层次提高了 就讲方等八年时间 前面是小圣法 后面呢,就提高到接受大圣法 就好像是小学 小学毕业之后就到初中 第三个阶段呢,那就到了般若了 般若就讲了二十二年 这完全是大圣法 方等是有小圣法也有大圣法 相当于中学 而般若呢,就相当于大学 大学里面的内容 完全是讲诸法诗相 这就不随顺众生的程度而讲 完全随顺佛所正对的境界而说的 前面阿罕部呢,几乎完全都是随顺大众的知见 所以大家一听呢,容易懂,肯听 而愿意呢,去造作 而到了方等呢 一半是随顺大家 一半呢,里面有佛的知见在其中 到了般若部的时候 纯粹是佛知佛见 把这个时间加起来 就有四十二年的时间 最后啊,时机成熟 所谓的慧三归一 三就是前面所讲的 生我圆觉菩萨 一就是指的一圣法 一圣就是一佛圣 有了前面四十二年的基础呢 大家可以啊,进入到佛境界 所以法华后面讲了多长时间呢? 八年 讲到一圣经典呢 这古代的公认的 有三部经 华言法华 梵网经 梵网经很可惜啊 传到中国来只有一瓶 菩萨 菩萨 佛经 没有全部传过来 这次众生呢,没有福报 不能够看到全境 所以汇三归一 这几句话 这几句话是说明 过去 四十九 四十二年所讲的 是如来的方便数 而后面的八年呢 是圆真正成数了 是给大家讲 真实法不是方便法 因为真实法是存真无妄 为族众生 一切寒灵皆得度托 是故世间自在 王如来告言 今正事实 如因据说 这就讲到 无量受贿 他的殊胜超过法华经 超过华严经 为什么呢 这里有给我们介绍 预定十方 九级众生 这一个不漏 大家呢 通通都入 弥陀一圣大事愿海 不是三圣 不是五圣 是一圣 一圣大事愿海 在哪里啊 就在基督世界 所以整个基督世界呢 全是阿弥陀佛一圣大事愿海 因此 我们只要到达基督世界 人人都能够得到 真正的泄脱 下至无间地狱众生 上至等级菩萨 都能够得到度托啊 度 是佛把我们接引到 基督世界 托呢 是帮助我们脱离 施法界 这个利益啊 太殊胜了 所以 世间自在王儒来 告诉法章菩萨 今正事实啊 那你就应该怎么样呢 详细的说明 这个据说就是具体的来说明 这一天 是帮助我 能够得到的 最后的